哼 你们来了 很抱歉 我刚审完犯人 还没来得及派人去通知你们 问出什么了吗 怎么说呢 干绑票的那些佣兵比想象中好抓 我让人假扮成萨吉因 问题是审完之后才知道 雇他们来的人 好 孩子找人绑架自己的 谁知道呢 我们正准备抽掉人手 好吧 正好 人家 Assim 为流通而造的船 遇到港口也会停泊 所以 黎月是一切财富沉淀的地方 阿拉夫 你确定是这里吗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是这里没错 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倒在地上 老大 好像又有人来了 我说 兄弟们只是拿钱办事 罪不至此罢 愿有头战有主 故我们绑架萨奇音的是这位 怎么回事 你们是被谁打成这个样子的 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他们 你说的是谁啊 有个非在天上的小鬼 不由分说把我们打了一顿 之后没多久 又来了一个穿绿衣服的男人 找我们问话 我已经问清楚了 幕后主使就是这位 萨奇音的儿子 西瓦尼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现在都可以问 之后我会把他们一起逮捕 带回教令院审问 你为什么要故人绑架萨奇音呢 这还用问吗 二十年了 他不知道躲在哪里逍遥快活 根本不顾我的死活 更可气的是 他本该是我的东西 凭什么要拱手让人 他不给我 我就从他的手里夺过来 不错 他不是说 他会躲在暗处观看比赛吗 那我就雇人抓住他 强迫他修改自己签下的合同 若是教令院不答应 我就强迫萨奇音承认 没有 那老家伙他二十年前 我就觉得他疯了 一个疯子才实质 我知道那破玩意儿很贵 买回来之后家里还 另外 萨奇 不过那时候 你说他精神不正常 那时候我还小 有一天他终于回到家 我想去看看他写了 现在想想 不要讲得这么吓人了 我听着都觉得害怕 你们爱信不信 我知道了已经都说了 我只拜托你们一件事 不管他是在外面研究什么 说完了 那就跟我们走吧 这次闹事的主谋 我们已经抓捕了 你还有什么担心的问题吗 的确 艾尔海森大人也在关 我有一个想法 如果你们认为 冠冕有问题 不妨联系主办方 暂时停止比赛 仔细调查一番 有道理 那我们现在就 都不认为 你们终于回来了 真是让我一顿好找 你们刚刚去哪了 第三轮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刚刚去抓了一些 钉上撒琴音的坏人 不对 这不是重点 财食之关可能有问题 我们想好好调查一下它 财食之关有问题 不应该吧 二十年来 每届比赛都会用到财食之关 从来没出过什么问题啊 你们哪里来的消息 这件事很重要 让我想想 实不相瞒 在第三轮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已经将冠冕 放在吴玉仇林里了 第三轮比赛的内容 正是到吴玉仇林中找出冠冕 然后将冠冕带出来 放到指定的台子上 最先将冠冕放好的人 会得到四点积分 考虑到之前参赛者的分数 没有拉开差距 第一个放好冠冕的人 很可能就是最后的冠军 所以我猜 这轮比赛应该很激烈 你们未必赶得上 我会将冠冠冕的位置标注出 好 我们买 奇怪 是因为吴玉仇林的影响吗 提示器好像暂时不能用了 我们直接去找冠冕吧 这就是这次的冠冕 我会将冠冕的地方 是因为冠冕的地方 还不得上冠冕 后面的程度 我会想冠冕 我会不会有冠冕 我会不会有冠冕 的地方 我会不会有冠冕 那么这是什么 这个冠冕的地方 我会不会有冠冕 就是这样 这次冠冕的地方 我会不会有一些冠冕 李承总有一天会迎来终点 不必匆忙 左下 这里好像是空的 难道说冠冕已经被人取走了 不如我们去终点那里等 晚安 更快 看来莱伊拉选手率先拿到了冠冥 不过想抵达终点并不容易 阿帽选手也到了 法洛山选手的机械装置好像失控了 比赛逐渐白热好了 卡维选手终于姗姗来迟 是卡维选手的工具箱 她将冠冽泡到了卡维手上 卫伊拉选手 就是这样 把王冠放上去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你 你谁啊 不要在我脑子里说话 如果是你的话 应该不会让我失望 莫名其妙 不谈对劲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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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是萨奇音的一小块一十岁 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孩子们 在本次学院争霸赛中 每个人的表现都很出色 但是 如 我 和你 是啊 我们都是可怜的李 二十八年前 我来到沙漠 在那里定居了整整八年 围绕水源的争抢 我为我看到的一切深感痛 所以 你 我是音论派出身的 我研究历史 然后 我无法将过错见 我研究的是如何从历史 我不知道我所学的一切到底有什么 但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我得到了这枚可以存放部分意识的冠冕 果然 与教练院签订的合同 其实更像是你的遗嘱 可既然你已经对这个世界绝望 又为什么还要做这些 前前已经说过 我做过许多关于人性的实验 你可以理解为 这是我众多实验的最后一个 教练院不缺天才 每代都有闪耀的明星 重赏之下必有永福 我盼望着有一天 有人能解开人性的死结 让世界走向正确的方向 也就是说 你想要的继承者 既要是天才 又要能体会普通人的痛苦 这样才能对人性 对社会 对这个世界有更清晰的人知 你是否想过 财富会麻痹人心 令他们失去对外界通 你很聪明 无论继承者 我为世界的本质 所以 卡维 你 确定要将所有的东西送给我 交由我来处置 我相信我的眼光 带上冠冕 替我走完这条路吧 那些结论会让你感到痛苦吗 还是说大量的财富 会让你感到麻木呢 我期待着你的答案 我所做的研究 已经全部进入 说够了吧 我的人生已经很倒霉了 我想再招惹更多痛苦的事情 你的钱 我不会要 你不是说 你观察了许多正在遭受苦难的人吗 那就用你留下的产业 去帮助那些人吧 这样 就结束了吧 卡维 你没事吧 身体感觉怎么样 我 没事 谢谢你 提那里 别担心 别太勉强自己 卡维先生 虽然冠冕被卡维选手摔碎 但他在摔碎前就已完成比赛 按规则 他是第三轮比赛的胜者 作为学院争霸赛的冠军 以及萨奇音亲自拟定的继承者 卡维选手想要对萨奇音所有财产的继承权 我再问一次 你确定要捐出萨奇音所有的财产吗 我刚刚说过了 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好 那就用他留下来的产业 去做一些改变 单纯地否定不能促成任何结果 我和他 不一样 好 作为书记官 我会将这件事记入档案 至于这些财产具体的使用细节 赛后将由选者亲自与你沟通 就这样吧 我不知道那个人的意 我只知道 让一切停在这里 所有参赛者就不会感到痛苦 我们不会是最后一切 将来还会 萨奇音的话会让人痛苦 我们都是学者 贸然推翻他的观点 也是独断傲慢 没关系 这份责任 我来背负就好 对我来说这样就好 我也 只能做到这么多 说得不错 陈述了大部分人渴望 却未必敢去执行的正义和理想 虽然在我看来还是那么可笑 你早已察觉到自身的问题 仅仅是碍于自尊心不愿承认 不过你的这些观点 很适合在领奖台上发表 我仅代表本次比赛组委会 祝贺你获得冠军 卡维选手 别搞错了 我不需要没有诚意的 另外 恭喜你 卡维先生 颁奖仪式好像会在主会场去办 我们回去看看吧 为流通而造的船 遇到港口也会停泊 所以 离月是一切财富沉淀的地方 我曾经赶好 得及贴 又快点 你看 особ有没有 你可不可以 在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想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届学院争霸赛顺利落幕 最后 让我们有请身为冠军的卡维选手上台领奖 原本在这里 我们会为卡维选手戴上冠冕 送上奖金 然而不久前 我们刚刚得知了一个消息 卡维选手继承了萨奇音先生的产业 并将他们全部捐了出去 萨奇音的产业被捐掉了 那么多钱 他还真舍得 由于卡维选手的善举 许多贫困的家庭将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少了冠冕与奖金 颁奖仪式也将从简 卡维选手 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我想大家肯定和我一样 很好奇你将这笔巨款捐掉的原因 我 我也不确定这种场合下应该说些什么 很高兴能拿到冠军 虽然里面也有不少运气成分 至于为什么要捐掉这笔钱 我不认同萨奇音的观点 也不想要他的钱 许多事必须亲身体验 他也好我也好 都没有资格做出定论 不过那些说起来就太复杂沉重了 不该在这个场合展开 至于其他 其他 其他没什么了 就这样吧 谢谢 卡维选手 请稍等 虽然这次颁奖仪式少了很多内容 但还是有奖品在的 这枚限定版七圣召唤卡牌 请卡维选手收下 另外 冠军的荣誉 也已经记录在卡维选手的档案中了 今后 卡维选手如果在教练院申请课题 贤者大人会酌情予以优待 好的 我收下了 不过 课题什么的 算了吧 那么 颁奖仪式到此结束 让我们再次将掌声送给卡维选手 再次召唤仪式 隐藏 这个道路 可能一双 果然我还是没法理解 有这么一笔钱 足够我逍遥快货一杯 这说明你还不够奇怪 理解不了人 终于结束了 我觉得我还挺擅长演讲的 但就是说得很疲惫 是不是比赛太累了 总觉得你看上 也是 你打算转让给 怎么可能 卡牌放在我这里一点用都没有 不 喂喂 这么重要的事 肯定是亲自去比较好了 走 我们一起去找赛诺吧 啊 可是我本来还想休息一会儿的 哎 别拽我头发 哼 我本来是 那些还要说 你怎么会儿 我被罢了 你怎么回答 我 我 我 看这张是限定牌 才不是那个意思 但我确定 这样吧 我用上一期豪华限定版卡牌的价格 从你这里买下它 怎么样 得了吧 一张卡牌能有多值钱 少说一百万摩拉 多少 一百万摩拉 你嫌少的话 我可以再加点 一百万摩拉买这样一张牌 可是上次打牌 我看你那里明明有很多类似的 亮晶晶的 不是每张卡牌都值这么多钱 也有一些好看 但并不稀有的品类 这么说来 大风机关的收入应该也不低 你的钱都花在这种地方了是吧 不过还是算了 收朋友的钱 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不用客气 我收了很多 我说 嗯 既然如此 你比我更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吧 总之 这张珍贵的卡牌 就由我赛诺收下了 卡威 稍后跟我去取钱 多亏你 这次我参加比赛的目的也达成了 好吧 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 这样就能顺利度过这个月的还款日 哎 应该还能胜点 稍后我请你们吃饭吧 叫上提娜里和克莱 嘿嘿 这应该就是皆大欢喜吧 说起来其他赛赛者怎么样了呢 作为特丫评论员 我们先去别处看看吧 那边是要赛访的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